在高雄 高雄有一位64歲的郭姓婦人 喝了酒之後 竟然還開車載著99歲的孫女 以及8歲的孫子 疑似沒有注意到前方車況 結果追撞了前方的貨車 這個孫女一度傳出說 是坐在副駕駛座裡頭 因此受困在車子裡 最新狀況要讓你輕易 好的 直播可以看到 白色的鄉行車的右側車頭 是因為強大的撞擊力 是嚴重的凹陷 警察人員趕到現場 可以看到這名郭姓婦人 是來針對她來做出酒駕 原來她是在23號上午 開著小貨車 載著9歲的小孫女 還有8歲的小孫子 去找朋友來聊天 沒有想到邊聊天 竟然是邊喝酒 誇張的是有酒後 竟然還開車上路 載孫子來回家 就在行進高雄市 久如二落附近的時候 路旁剛好就有一輛貨車 正在卸冰塊 這位郭姓婦人 是直接追撞上去 其中坐在副駕駛座的孫女 是因為車頭嚴重的凹陷 雙腳卡住了 甚至無法動彈 警銷人員是趕緊出動破壞器材 才將女童給救了出來 經過搶救送醫之後 幸好9歲的女童 是只有受到驚嚇 沒有生命危險 阿嬤跟她的孫子都沒有大礙 首先這三個人都沒有大礙 但是郭姓婦人的酒測值呢 是高達了0.96 被醫公共危險罪前來移送法辦 一樣現場最近情形 將鏡頭交還給棚內主播 好來看到在高雄這邊 有一位阿嬤開車載個兩個孫子 但是呢阿嬤走後駕車 下酒測值高達0.96 要被醫公共危險罪來送辦 你也不想過了 謝謝 謝謝 뻔